全台校園接種BNT原先預定10月8號要全數完成 但現在因為疫苗延遲到貨 因此全台有30萬名的學生受到影響 就是因為BNT晚了一週到全台都有學生被延期 以台北來說原定10月5號和6號都已經排好的學校 共有19間1.3萬名學生得往後接種 從國外進來之後 我們會先利保這30萬先給這個校園 疫苗有點延遲了 所以必須要到10月9號之後才會配送 有家長原本擔心小孩會有副作用 事先請好防疫架 但一延期行程就被打亂 更擔憂9號是星期六配送下去最快也要下週才打 偏偏很多學校在10月11號這一週期中考 萬一學生身體不適恐怕會影響到考試狀態 而且還可能碰上流感和子宮頸疫苗的施打其成 他可以現在趕快去接種另外一個不同的疫苗 那就只要這個距離這個七天 只是明明第一批到過184萬劑BNT 全台也只有約130萬名學生有意願 量照理來說是足夠 為何還會有這種狀況 運送的日期上面一度以為會接得上 但是後來這一批有延遲 只能繼續等BNT來在這之前第十輪已規劃好 包含50到64歲要打AZ第二劑以及打高端第二劑的民眾 10月3號上午10點到4號下午4點預約 這一輪從6號到12號施打 而再看到疫情28號嘉陵本土破功 北市的這一名50多歲男性在花蓮有足跡 因為工作需要自費採檢才被驗出確診 但他沒有症狀CT值28 目前對他的感染源還是未知數 好不容易疫情穩定 精準疫調就怕有漏網之魚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